大家好 昨天在這個時候可能很多人出門正在為外頭的雨兒煩惱 今天不用了 狀況有所改變 因為蜂蜜已經離開了 所以今天全台灣屬於多雲到型的天氣 今天是5月13號星期三要出門活動非常方便 現在要出門的朋友們趕快先來關心一下 目前戶外的天氣狀況是如何 讓您穿衣服有個參考 目前北部雲稍微多一點 但是還是有機會看到陽光的 目前溫度是23度 中部大太陽23度 南部跟北部一樣 雲稍微多一點 不過待會天氣會有改變了 那麼目前南部是26度 東部地方是23度 澎湖太陽也是露出一點點24度 倒是金門馬祖目前算是陰天 馬祖是19度 金門是22度 再會提醒一下 目前金門跟馬祖稍微還是有一些霧的情況 所以金門馬祖的朋友要出門 多加留意一下了 好 就來看一下今天的衛星雲圖了 好 昨天吹的是微涼的東北風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轉吹的是東南風 也因此在淫風面東部地方 則是會有一些地形雨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午過後 那麼在中午過後 別忘了熱對流的影響之下 在山區部分也蠻容易下雨的 剛剛講了 昨天吹的是微涼的東北風 今天敢吹東南風之後 溫度稍微是往上up up 上升一點點 所以像是在東部今天的高溫 頂多是在30度 那麼在西部的高溫 還可以來到33度左右 都比昨天的溫度稍微再高一點了 好 本週最關心的天氣狀況 要算是颱風了 昨天晚間8點的氣象局 告訴大家 今年第一號颱風 黃風已經正式形成了 目前它的位置 是在呂宋島的東南方 速度比較慢一點點 以每小時7公里的速度 往上往東北來前進 目前它會形成 你看到一個轉彎點 什麼時候呢 大概是在明天的時候 它會先來個左轉彎 先經過了呂宋島的陸地之後 大家知道颱風經過陸地 多少結構會被破壞掉 然後開始它會到南海的時候 再開始重新組成 接著再來一個轉彎 往台灣巴士海峽 再往東北的方向前進 所以目前的預報你看到了 包含16號 17號至禮拜六禮拜天 是距離台灣最近的時間點了 那麼對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以目前的路徑來講的話 它的中心原則上是不會登陸台灣的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的影響情況之下呢 禮拜六跟禮拜天呢 會掃到台灣的南部 還有台灣的東部 所以到時候呢 南部跟東部 禮拜六禮拜天呢 下雨的情況會是有的喔 不過呢這個颱風呢 其實帶來最大的影響是後續了 因為可能禮拜天跟禮拜一呢 到時候呢 封面南下 那麼颱風不是往東北走嗎 那麼颱風是逆時針的方向嘛 所以掃進來的是西南風 所以這時候西南風呢 如果再配合那個 封面的話呢 可能就會形成一道非常標準的 美雨封面了 這個美雨封面呢 對台灣的影響反倒是比較大的 這個下雨的狀況呢 也會比較劇烈喔 不過現在呢 由於距離颱風呢 距離台灣呢 還有非常遠的距離 大概還有1470公里遠喔 所以呢 目前的預測呢 當然只是預測啦 因為颱風呢 畢竟呢 它的變化還是蠻大的 所以後續再來觀察 這颱風的動態是如何 好 那麼還是關心今天吧 今天的天氣到底是如何呢 為大家做個總結 好 好 封面離開之後呢 開始溫度就會比較高了 那麼在沒有下雨的情況之下呢 自然就是比較悶熱 全台灣都一樣 同時呢 在東部區還有山區呢 要特別留意一下 東部吹的 下的是地形雨 那麼在山區部分呢 午後會有熱對流 所以這些地方的民眾 記得要多帶雨具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跡象